大家好,我现在在四川成都我住的地方 今天乘坐成都的地铁三号线 走我们去体验一下 从我住的地方走到这个地铁站 大概是150米 吃过早饭走过来非常的近 就在对面 已经到达地铁站 这个地铁站可以坐三号线 也可以坐四号线 票是不需要买的 因为在手机上只要开通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直接从这边进站就可以了 看这个箭头就可以了 往前走去坐那个三号线 我今天要往机场方向坐 因为成都的那个 它的双流机场是非常出名的 所以我今天先坐地铁去体验一下 然后下个视频带朋友们去看机场 大城市客流量大 人多的不得了 现在是早高峰 已经到达地铁站 在那等下车 刚刚走了一辆 然后现在我发现它这个地铁站里面特别热 它开空调了 开的是暖风 现在外面的气温就是刚刚好 比较舒服 但是它开着空调的话 就会显得特别的热 然后等车的地方也没有坐的 哦我看到了 终于看到有一个座椅 走我们过去稍微坐一下 然后我早上楼下的那个地方 吃早饭的地方好的不得了 真的吃的跟那个五星级那个酒店一样 各种各样任你选择 明天早上我去挨个挨个去吃啊 还有就是那个吃晚饭的地方也是在在在他家 好得不得了 它是分年龙口味 我发现成都这边还是太熟悉外地人了 它有本地菜 有外地菜 你还是分开卖的 你喜欢吃辣的 你就去倒了个辣的那个窗口 像我这样喜欢吃清淡一点的 那边有清淡的窗口 菜炒的也是特别的好 所以说吃晚饭和吃早饭的地方都找到了 就在我楼下一百米左右 地铁站也就是一百五十米 优秀吧 已经上车了 马上就到站了 现在人少多了 刚才上车的时候 我那边是市中心嘛 所以说乘客还是非常多的 因为这边是往机场 他们要坐到底站 估计是要去坐飞机的 所以我马上就要下车了 出地铁了 这一站叫杭都大街 我们从这里就出站了 出站 然后我还要再换乘一个807路公交车 从这里就上去 现在它不是冷的问题 是太热了 哎呀 这地铁站热得不得了 往前走 从A口出站 这个时间是正确的 9点39分 因为冬天的话 就是早上起床 差不多8点 8点钟起床吧 不需要起来太早 因为夏天的话 可能要稍微早一点 冬天天天都看不到太阳 然后成都的地铁比较厉害 有20条 在省会城市当中 20条地铁 这个算是比较多的了 已经到达地铁站的外面 3号线 杭都大街 我们看一下这周围的环境 然后因为一路上经过了很多好玩的地方 但是都是在地下 所以说 错过了很多的美景 然后我来看一下 哎 公交站台近在眼前 这个太优秀了吧 成都的这条路 是我见过的 就是这个柏油最细的 它细到什么程度 细到这个每个小颗粒 大概只有碾到三毫米 那么大 这个恐怕 我还没在其他地方见过 绝对没有 这个太牛了 它这个柏油路 哇塞 我刚才 我乍一看 没发现 我坐在那个 后等车的时候 我仔细看了一下 我这柏油马路这么细啊 全国唯一的一条 就是柏油马路 这个单个的小石子 只有碾到三毫米 那么小 这个太细腻了 这个等一下 我坐上公交车就知道了 嗯 我估计平稳的 就像坐飞机一样 已经坐上807路公交车了 真的是平稳的 不得了 你看一下这个路面 哇塞 这个路面 比较牛啊 行 等一下再坐个四站 就能到达目的地了 现在已经就在机场附近了 今天的体验 给我的感觉 就是成都这边的交通 不算特别的拥堵 因为我在市中心那一段 坐的是地铁嘛 地面上的情况 我就没看到 然后现在这边 已经靠近机场了 就是远离市中心了 所以说交通 还是比较畅通的 这一点特别优秀啊 下车了 这里看到了 这个水泥楼板呀 我好多年没见过这个了 至少二十多年没见过这个 真的特别经典 我们老家 盖房子就喜欢用这种楼板 下面是 中间有孔洞 看一下水里的这个河草 哇塞 这个城市里的河流 有这么干净 说实话也是不多见的 你看这个水草 今天体验了一下 成都的地铁三号线 还有公交换乘 可以说是特别优秀 真的 他从地铁站出来 就十米远 零距离换乘 这个在国内的话 我做了在这么多城市 公交地铁换乘的话 这应该算得上 距离最近的了 还有他的公交站 设计的特别的合理 就是你在对面下车 公交站就在你的鞋对面 你就能看得到他 一般也都在十几二十米远 非常的近 不像有的城市 他那个你在这边下车 你到对面去看不到站台了 隔个五百米 几公里的都大有常在 所以说成都这边的 这个公交站台的设计 还有跟地铁的衔接 这都是 基本上是零距离换乘 特别优秀 行了 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下集见